我發現假如我們的目標是三層三層爬 不,不輕鬆 但生理接受能力會好很多 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華創聯行A-House 我是Leslie 今天Leslie和大家來到珠海市今晚區的航空新城 相信身後的樓盤也有不少的香港業主 就是華發天貿國際半島 華發天貿國際半島作為盤旋在我們一線中心河的頂尖位置 除了我們的臨河板樓之外 其實它的高層亦是相當有特色、有觀看 並且今次華發天貿國際半島全新加推了17座 聽說17座是目前二線的樓座最美觀的一座 到底是否這樣,以及這個17座到底好在哪裏 立即由Leslie帶大家進入裏面了解一下 各位觀眾,現時我在華發天貿國際半島的消費中心 閒話不說,立即和大家進入正題 今次來到國際半島最主要和大家推薦的座數 國際半島以往在我們的18座或是我們示範單位的19座 它面對的方向其實會更加偏西一點 而整個17座,你會見到它不屬於一個非常純正的正南鄉 會偏東南一點 大家亦都知道,其實航空新城靚的位置就是我們的東南鄉 看回我們的中芯河高爾夫球場 以及我們的一線海景,還有我們的崩海中芯 同時,我們的0203在目前推出的價錢亦都相當優惠 可以選擇的貨量,由於目前全新加推 亦都是非常豐富的 而同時,前排的一線板樓十三層高 大家並非需要買到太高的層數 亦都可以擁有一個非常不錯的觀看 而稍後,Leslie會再次化身我們的工地精英 立即殺上我們的實體樓 再次和大家進行爬樓 來吧,各位觀眾 又來到我們這個熟悉的環節 爬樓 今次的目標樓層是多少樓呢 25 我們最高的層數會帶大家上25 但是,大家要知道 大家要知道前面的一線板樓十三層 我們同樣會上十六層看看 到底十六層會不會越過前面的 這些小高層呢 好,大家看到了 沒有爬多少樓 現在才是五樓 我又開始喘了 再一次澄清一下 不是我瘋了 今天已經爬了很多高樓了 但是為了最好的效果 我們堅持 好,爬到腳樓 不是,爬到九樓 我腳都開始軟了 電梯真是 人類以來 最偉大的發明之一 可惜我用不到 十二樓 十二樓 其實各位觀眾 跟大家分享爬樓的心得 它呢 就像爬山一樣 那,你在走火通道爬的時候 你甚麼都看不到 但是當你去到一個合適的樓層 在露台的位置 看到很漂亮的景色的時候 就像我們爬山 蹬到山頂 望向山腳的那種感受 當然 這是一種比較正能量的說法 所以我平時都不爬山的 各位 哇,十六樓到了 好,我們馬上跟著鏡頭 來看看 九十平的 單位 我們現在所伸著 十六樓的位置 你會看到 其實走進去的單位 看到 還是明顯 會被 前方我們的 超高層所遮擋的 前方的 超高層為十三層 再加上它上面的 這些我們的設備 造型 十六樓 大家會看到 是遇不過它 但是其實由於樓間的原因的話 在十六樓這一邊 都會有一個不錯的觀看 不會遮到我們的東向的海景 也不會遮到我們的高爾夫球場 但假如大家要再漂亮一點 來,我們繼續努力 努力鄉雙爬 我們 既然十六樓 不可以完全越過 我們來看看 十九樓又行不行呢 多三層 我看見 Katner 我發現 其實假如是 我們的目標是三層三層爬 不,是不輕鬆的 心理接受能力會好很多 十九樓 我們馬上 來看看十九 這個感官是怎樣 哇,各位觀眾朋友好很多 屋內,開門,看出去 看不到的 那走出去的感覺又怎樣 馬上來看看 哇,大家會看到十九樓 其實對比十九樓 僅僅只是高於三層 但我覺得景觀的提升其實也挺大的 因為當你在屋內看出去的時候 你看不到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走出露台當然還會見到一點 因為我們身處於第二排 但我認為的感官已經很舒服 還有大家一定要留意 我們真正的觀感視野 其實是坐在沙發的位置 在屋內坐著看出來 看不到 那你就是第一排 看出去就是無遮擋 這一個我認為是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好了 其實我跟大家預留了最高的層數 是二十五樓的 因為跟大家分享一下 早兩天我跟我們A-House的一位 非常好的客戶 亦爬過二十五樓 所以 亦感受到二十五樓的景觀 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們爬到幾層 好 沒錯 我去了一場 好了 二十五樓的主導 我們 你感受一下 真的棒 二十五樓 鏡頭才走 行 大家是否覺得 Leslie真的沒有介紹錯 25樓的這個位景觀相當豐富 正前面就是未來的六大中心 剩餘的兩大中心 我們的體育中心和青少年婦女兒童活動中心 同時它還是出海未來最高規格的體育場 所有大型演唱會、演出都會在那邊 所以買我們的華法天貿國際半島贈送甚麼 未來所有演唱會票都有山頂位的票贈送給大家 看出來的景觀是完全無遮擋一望無際 因為已經越過了我們前排的小高層 最近的樓宇都要去到我們前方 九州保利天和的一二三期 誰說二線是無法享受中心和濕地公園極致的景觀 現在展示給大家看 還有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為何我會強烈挑戰17座 大家看看旁邊的座數就明白了 18座向著西面 19座正前方也會被其他座數擋住 所以我們17座現在的家推 為何它賣得這麼快 正正是因為它佔據住了我們整個屋苑 而很多朋友在選擇鏡像戶型的時候 都會避開我們的西南向 但是我跟大家說 17座的西南向有驚喜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出來看看就知道了 由於我們採取的不是一個完全正南向的朝向 向東邊傾斜 所以在我們的03座 大家有沒有發現 看回到我們的東面 很開陽 對比起我們的02 絕對是與過失而無不及 未來的整個感官 大家靠近我們的邊緣的時候 大家可以見到 由於我們的座數夠高 我們甚至不會讓我們前排的小高層的板樓 擋住我們中心旁花園的景觀 包括大家看到無垠衛峰前面的一些造型梯田 全部都是可以看完 而未來在我們對面 大家看到一框一框的 好像我們正方形長方形的 其實它都會興建我們這些特色的梯田 所以中心河的景觀 現在還不是完全版 未來還會更加美 我們來看看西南戶 小房間要看向哪裏 好了 現在是在我們下午兩點鐘的時間 所以你會見到這間房間 會有西曬的情況 但是否很嚴重呢 並不是 因為前方我們旁邊的16座 會有幫我們稍微遮擋 所以這間房的採光 反而是不錯的 以至於我們很多客戶 在選擇02到03的時候 甚至乎有客戶 是認為03是更加好的 當然在我自己的體理來說 我認為02-03最大的差別 就是在於這間房 而大家去考慮選擇的情況下 其實遵從自己的內心便可以了 好了 其實今次的華國天貿國際半島 17座的90平方 這個三廣論廳兩位的護形 真是非常值得大家考慮 有view的同時 享受我們珠海如今副中心的location地位 感興趣的朋友 趕快回到上方的電話 打電話給我 我們了解實際的詳情 還有記得我們的約定 你現場找我一起爬樓 我們下期再和大家再見面 是否覺得我流說了價錢呢 價錢有驚喜 大家打電話給我 我告訴大家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有點歡迎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